刘大人 不管局势变成什么样 抗击亲口 还我和珅的信念 不能变 说得对 仍免被劳一死 但要死 就死在抗军的沙场上 不能死在 坚层的冤狱里 听说军说得对啊 我们通知附设同仁 尽快疏散了 米智啊 你也尽快离开南京吧 米智 你总不能等马药草来杀你吧 走吧 你能去哪儿 天下之大 没我那容身的地方 米智 打从这个白鹿一过啊 这一年一度的打将军的决战就开始了 斗来斗去啊 就剩下这么几只 后天是小雪 啊 这总决战的日子可就到了 谁要是打赢了 谁就是一年的重亡 是重亡呢 那我弄着蝎子给你们斗 玩物丧志 我跟你说 我呀就是想取这个大将军三个字的吉利 我要让左良玉使歌法那些将军们都摆在我的脚下 我这弄不明白 啊 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一个个举着个屁股 看着小虫掐来掐去的有什么意思 那还不如出去看野狗掐架呢 这个世上万物啊 虽然形态各异 习性不同 却是同归一礼啊 能够查微支柱 以小见大 观此几笔 容泪旁通 这才是高人 还一套一套的 你从来去这儿行家了 我来让你长长见识 来来来来 老爷 给阮当人看看 帅鹿 给曲是历书 这什么意思 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 孙子写了孙子兵法十三篇 我马摇草就要写一个马氏率论十三篇 这会是一部传世的佳作 好个帅论 他能使人明白修身齐家之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啊 佩服 佩服 齐秉老爷 前穆家求见 什么 看来干什么 啊 看见抓人 下尿裤子了 不见 哎呀 马大人 别那么大价子 人家好歹也是二品官呐 进去吧 也许是好事呢 我 真是吃着人家嘴软啊 口气都变了 行行行 看你的面子 让他进来吧 哎 千某 拜见马大人和卵大 什么事啊 千某听说 马大人正在 大将军 特意 为你寻了一只 大元帅 什么什么 虎将 好好好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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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虎将 小小的个子 微微缩缩 战战兢兢的 这还能上阵打仗 穆老啊 你是在奚落我呀 还是在奚落你自己呀 马大人 千某实在是不知道优劣 可是没有奚落的意思啊 什么不知优劣 简直是不识好歹 来啊 把他给我拿去 放在三十度的罐子里边 让我那小宝贝 练着腿脚 要送就送好的嘛 你别舍不得银子 把事情都闹糟了 这是十二公子给找的呀 十二给找的 对呀 你让他给蒙了 我就让他给蒙过 他说这个东西好 你 老爷 再说都被那小东西 夹断了一条腿 什么什么什么 我看看 谁看谁看 我看看 你 你 你这个 哎呀 哎呀 好一只 好一只 这个钱大人 这个叫什么 对对对 好一只 虎将 哎呀 多谢钱大人 你可给我送来一碗虎将 哈哈哈哈 好 哎呀 哎呀 嗯 小家伙 这一路下去 离扬州就不远了 王爷 您这是打算不再向南推进了 嗯 王爷一贯强调速战速决 为何不一股作气 杀他个片甲不留 我军连日征战 时刻法确实一意待会 这次我要给他来个 先砍树枝再拔树 传我的令 就得暗影扎带 传领兵 传预亲王令 就得暗影扎带 是 关于亲王的命令 就得暗影扎带 城外这道防线十分关键 一定要加固修筑 到时候 如果能顶住 清兵的攻击 城内守军可待机出击 若顶不住清兵的攻击 也可见机撤回 与城内守军共同守城 刘将军 你责任重大 一定要率都民副 加固攻势 同时还要加点练兵 特别是那几尊火爆 到时候管用在这 是 被告示大人 城门一门 回忆大爆突然碎裂 切禀大人 我们正在执勤 只听一声响声 这炮就裂了 看来大明的气数真要完了 放兵 出现猎票的事 不足为奇 倘若再有人散步谣言 霍乱真心 掌敌人志气 灭我威风 杀不撤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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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了吧 你那宝贝不会动了 去 去撕 远红 算我倒霉 咱们明天见 好 老夫明年等着你 你们不知道吧 我早就说过 今年的虫王的头衔 非我这猛张飞不可 吹牛吧你 我的小宝贝 你今天可是连赢了六场 天空在这 安老侯爷 多有得罪的 哎哟 来来来来 咱们来看看 看看咱们这小宝贝 你看 这么把这 你看 这 体色油亮 身体轻盈 这 看上去好像力气不大 但大有四两 拨千斤之事 对啊 闪开闪开闪开 闪开闪开闪开 小姑姑 上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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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怎么了 上 上 姑姑 上 这有三个了 上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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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天姑姑 今年的 虫王位 非猴爷莫属了 哎 哎 慢着 这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还没来呢 还有谁啊 还有谁啊 谁啊 我看你们是斗屈屈 各个斗得头昏了 嗯 禀侯爷 二公子 瓦格老道 我说的就是他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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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迟到一步 斗到什么结果眼上了 老老 啊 就等你来跟安远侯争夺这虫王啊 哈哈 是啊 是啊 看来侯爷是一路通杀呀 哈哈 哈哈 我看看 哎 哎 老马呀 你怎么拿这么一个这个泥罐来 我觉得这不符合你的身份吧 你们家这好宝贝那么多 这 只要包子有肉不在这儿上 得看看里边是什么货 哈哈 哈哈 就是吧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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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大人 这可是十万火急的军报 是 这确实是一封十万火急的战报 因为驻扎在武昌 负责长江上游防卫的宁南侯 做洋狱 竟然不顾北方清军已经押境 擅自起兵 沿江东下 进逼南京 声言要为被囚禁的太子讨回公道 这怎能不使洪光朝廷大会战斗 惊恐万分 臣 施歌法 接旨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闻宁南王左梁玉 未经恩准 擅自放弃长江防务 举兵东下 以诸监令清军策为名 欲承其叛逆我朝治祸心 特命淮阳总督石可法 都江北诸军 夙江西上 截赌叛军 擒拿逆贼 赵书到日 即刻起兵 不得有误 亲此 臣 领旨 吾皇万岁万万岁 列位 北边 清军大兵压境 随时随地都可以打过来 可是西边 祖梁玉兴师作乱 情势同样危机万分 朝廷 令我 率兵讨逆 石某身为大臣 释守国恩 对皇上的旨意 绝不敢有半点推脱拖延 至于 眼下的重任 就落在助攻坚上了 如果老天保佑我大明 石某此去 一股破贼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共同抗敌 大人不在时 亲兵打过来 如何是好 扬州的战手之法 会向刘将军 规划不止完成 如果能恪守执行 可以确保 史大人 您可不能离开扬州啊 末将 末将愿带大人前往 阻止 左将军 大人是信不过高姐吗 卑职曾经为争淮阳地盘 危害一方 对江南父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承蒙大人耐心的教诲 才得以悔悟 看求大人给末将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高将军能带大人前往 阻止左大人 不失为两权之策呀 是啊 石大人 大敌当前 您不能离开扬州啊 高将军请起 可惜我时髦没有分身术啊 高将军一片忠心 本多一向神志 好 我就同意你带我前往 李深将军可以跟高将军一同前去 是 大人 你们这次去只能带一千人吗 记住 是欠左将军不要东进 绝不能跟左将军开战 灰尘马瑶草 参见陛下 平身 平身 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今后朝中的那些事啊 你处理就中了 还问我干啥 陛下 史科法送来军报 清兵一路攻下了规德 颖州 太和 博州四州 支笔扬州城下 史科法请求援兵 史科法 朕不是派他祖基 左梁豫那个叛将了吗 他敢抗制不去 史科法借口战事紧急 派他的部将高杰去了 哦 马海青啊 你说该不该援呢 陛下 左梁郡已经攻到了九江 就是说离南京已经不远了 南京给几十万人马 连自身的防务都昨今见走 哪有兵器援助的史科法呀 再说了 清兵刚到 仪仗未打 这个史科法就下的球员 这哪里像个一代名将啊 对 这个草包 不给他援兵 微臣 遵致 嗯 啊 对了 马海青啊 告诉下边 不要老给我报告那些坏消息 那听着就烦 以后啊 凡是报好消息的 有赏 报麻烦事的 挨武士打扮 要是报坏事的 下头 微臣 遵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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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皇上今天又没有上朝了 嗯 嗯 嗯 这清兵都打到家门口 这皇上还真沉得住气 我看他是能过一天皇上赢就过一天皇上赢 等到哪天清兵打来过不了皇上一门他就举手投降了 可怜 可怜使大人哪啊 十万火急的请求增援 他们不闻不问 居然还骂使大人无能 嗯 你说这皇上啊 你说这皇上啊 多大的事啊 多大的事能比得上都区区啊 多大的事能比得上都区区啊 你还说是区区的事呢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躺在呢 我看啊 你就慢慢的填吧 这可是无底洞呢 洪秦啊 给老爷上杯茶 不好了 老爷 马可老大喜了 什么事啊 你疯疯疯 前方传来家机堂报 左良宇这个老贼一命呜呼了 手下干将也都送到呼寻散 那真是天助我爷啊 哈哈哈哈 什么什么 左良宇死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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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死得好 死得及时 哎呀 哎呀 哎呀这真是老天爷保佑我们的 连这么凶险的一道坎都过了 啊 我们还怕什么 我们还愁什么 哈哈哈哈 玩不了 江南呢 玩不了 我们也玩不了 嗯 哈哈哈哈 拿酒来拿酒来 是老爷 可老大人 马老啊 啊 听说他手下 都树的呼寻散了 啊 要不然 把他们一个个抓来千刀万剐了他 和尚 和尚跑了 还有庙 啊 啊 经过这一阵子 南京城里边 谁个忠 谁个奸 现在是一目了然 坐坐 你的意思是 坐 该关的关 该啥的啥 哈哈 连左老贼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谁才是我的对手 哈哈哈哈 李宝啊 嗯 马上到葛东会所跑一趟 把这个条理啊 努必叫到太出手了 什么都不要闲事 交给他就成了 是老爷 快去吧 啊 李宗 走 这是莫老昨晚拍李宝送拿的 赶快看看 情况紧急 三十六计 走为上 对 一定是莫老得到了什么秘密消息 所以才要咱们马上离开 难道 他们狗鸡跳墙 要动手了 老爸 老爸 回来了 走老爸 老爸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你好几天了 唉 老天爷要是有眼 就不应该是真一个样子 怎么了老爸 左将军 病死九江 黄叔 黄叔 那颗监军 平时人模人样的 到了街骨眼上 他竟然带着一匹人马投降了秦军 剩下的军军 護士山的官兵 也被打散了 死去死 逃去逃 最后一夜之间 多少岸的人吗 就这么没有啊 老爸 老爸 别伤心了 这些事 我们在南京也听说了 老爸 皮姜呢 皮姜呢没跟你挂回来 队伍被打散以后 我和茂公子 还有一些散兵有用 一路向东逃来 茂公子 直接奔扬州去了 临走的时候 他跟我说 为了抗敌宝国 即使是 马格果师 也在所不测 茂兄这是好样的 我和太冲 因为等你和皮姜 所以暂时没走 走 为什么要走 这些天 阮元海 指挥着锦衣卫 一直在抓捕 那个所谓 谋反名策上的人 老爸和皮姜 已经上了通缉榜 锦衣卫正通缉 作纳你们了 所以这里不能久留 得马上离开 他阮元海 是高台 是高台我这个说书老汉了 两位公子 你们怎么办 米芝现在在韩秀斋 我们已经约了 在这里见面 准备先送他去 无信仰地 然后 然后和太冲 一起去扬州 投奔是大人 走吧 那你准备去哪 不走 为什么呢 小老二我孤身一人 无牵无挂 他们想抓 就由他们抓 老爸 你怎么能不走呢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当 对了 你和米芝以军无息吧 这样来说的话 彼此也有个照应 两位公子 不必为我担心 我在南京 人那儿广 找个长生的地方 总会有的 并且 我想留在南京 你们将来有事 也好有个照应啊 老爸 好了好了 别说了 现在时机危急 我得先去前街 清一笔债务 你们 就在这里 等着房公子吧 我去去就回 说不定 还能送你们一程呢 好吧 吧 好吧 商人们 我们在这 随orman 店员 什么 你们招手吗 你们招手吗 为什么yle 黄公子 怎么办啊 黄公子和陈公子都被抓了 刘老爸也出了危险 看来吴锡是去不成了 咱们另做打算吧 什么打算 生死由他去吗 你别紧说这种话了 我这还有十几两银子 咱们快逃 逃出南京城吧 师娘 这天罗地网的 能逃到哪去呢 快走吧 就算是死 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走 姑娘 过了 马带你来了 来了多少人 只带了一个随从 就跟妈妈说话呢 你先去花厅凤茶 说我理了妆马上就来 是 让我去吧 师娘 她一定是为我而来的 不能让你为我事 方公子 她变装简从 不像是来抓你的 你何必自投罗网 让我先去探探她的口气 再奸机行事也不迟啊 马大人万福 马大人掌握朝廷大权 日理万机 国事繁忙 这大白天的来韩秀斋 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没事就不能来吗 我是特地来找师娘 续谈续谈 马大人太抬举我了 我一个青楼女子 能与大人谈什么 谈谈天下大事 大人是在取笑我吧 你看 这天字 不就是二人吗 我是想与师娘谈谈二人之事 二人 对 一个是他爱你 你不爱他的人 另一个是你爱他 他却不能爱你的人 我问你 假如让你在生死之间取舍 你会为了爱你那个人去死吗 能为知己者死 就算是死而无憾吗 什么样的人 才称得上知己 也许 这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 现在城内不少严加盘查 方米芝名列谋反叛臣之列 他就天大的本事也难逃罗王 现在我才明白了 大人当初为何放他 现在为何又要杀他 着急了 是啊是啊 哎呀 可惜呀 啊 一片痴情 到如今落得一个人去楼空 落花流水 如果真是在劫难逃 所思所爱所想 都以复之东流 那死 便不再是什么可怕的威胁了 好 我再问你一句 假如那个爱你的 你又不爱的人 现在提出来让你嫁给他 那他就可以饶过你所爱的那个人 你答应吧 我答应 如果他想得到的仅仅是一副空空的皮囊 而不是他的所有 就请他这样做 就请他这样做吧 你 这 这 这世上啊 这 虽然讲清的就是这 男男女女 清清爱爱 我知道他在这 让他拿着令牌 逃命去吧 马大人真要放他走 快走 否则我会反悔了 马大人请留步 快点 你不是请教 他大人 是因为爱无极无 才对他网开一面 你真想知道 就思而论 确有爱无极无之心 我爱的人 爱他 将心比心 我 我不想让他死 就功而论 他始终不肯替家太子作证 帮了朝廷的忙 我佩服他的耕直和胆量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啊 老爷都发火了 快去吧 你怎么起了这么久 买点宣纸 要这么长时间吗 老爷 黄太宗公子和陈金森公子 被锦衣会抓起来 什么傻的事 就是我刚才出去买纸的时候 通常一个不想经过 刚好撞见 他们怎么会去长一根书场呢 不知道 锦衣会本来还要抓刘老爸的 是我赶紧刘老爸 进了古董店 所以就赶紧去告诉了他 那刘老爸被抓走了没有 没有 刘老爸还让我去 韩旭塞告诉师娘姑娘 让方老爷赶紧躲起来 那你去了吗 我就说过了 那方公子被抓了吗 不知道 但我觉得方公子想逃 难 为什么呀 我刚从韩旭塞出来 就看见马格朗的轿子 进了韩旭塞 马格朗去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韩旭塞啊 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呀 欲速则不达 一定要把事情的脉络搞清楚 李宝啊 哎 再辛苦一趟 到韩旭塞把事情摸清楚 千万小心行事 是 老爷 去趟 胡椒 回来了 知道了 这是你换洗的衣服 还有盘缠 还有这个令盘 我真怕是马格朗 剩下的陷阱 不会的 我反复的想啊 普天之下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他杀的大尾 你不是真太子 这是我活着的 唯一价值 师娘 我再说一句 别再牵挂我了 不 我要等你回来 会不会忙起 王明天涯 是没有回来的路的 姑娘 方老爷 快点吧 方公子 我再来 孟公子 太冲 该吃饭了 我说太冲了 你真是入了魔了 你看你 整天不是在想 就是在心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说这天下 究竟是谁的天下了 这辽阔的万里河山 这千家万户的黎明百姓 凭什么都归他诸事一人所独有呢 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 天下新王 从来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 所以天下 更不应该是帝王一家一姓的天下 天下应该是天下人的天下 对 天下应该是天下人的天下 你快快说吧 谢谢关注关注 陈锋姐 陈锋姐 我是刘静廷啊 哎呀老爸 刘麻子 哎呀我妈一直在为你担心啊 你能逃脱真是太好了 老爸 你既然逃脱就不应该到这儿了 太危险了 没事的 他们抓的是老爸 又不是老婆子 你们看 这位公子是谁啊 师母 有问 那天 就是穆老的随从 李宝 看你抓你被抓了 就到前节给我报的信 我才有幸逃脱的 我跟老爸来看你们 这是要告诉你们不要心急 我们在外面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的 我们的罪名 是参与走将军谋反 怕是很难疏通啊 只要还有希望就不算走到绝路 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们 方公子已经逃出来了 你们不用担心 那师母你知道他逃到哪儿去了吗 方公子没有告诉实娘 不过我看他不是刻意隐瞒 实在是逃到哪里 心里也没有定数 不管怎样 逃出去就好 方公子还不知道吧 现在朝廷是危在暂期啊 清兵围困扬州城 已经快一个月了 扬州一失守 这南京城还不得大乱呢 这扬州一旦失守 南京一定会大乱 这正是这些狱族心里浮动的时候 也是我们买通狱头 救你们出来的最好机会 我们要借扬州失信的机会 逃生了 我宁愿死在雨中 也不愿看到石大人战败 扬州城失险 万有强敌 内无支援 看来石大人这一战 是没有希望 老爸 您不是说 屁相投奔石大人去了吗 是 有他的消息没有 没有 我们再去打听打听吧 这是一根矩条 到时候万一有什么变故 你们得有个月宇逃脱的准备啊 一切小心 盛牧 等等 盛牧 这是我在狱中写的一些手稿 万一我要有什么不测的话 拜托师母 大别保存 让他能够流传以后事 师母 拜托了 保重 来 快点了 来了 谢谢 看来皇上 是不会发原兵了 这分明是想见清兵之手 治我们于死地 可他们忘了 扬州失守 南京也别想保住 石大人 与其作与待毙 不如和清兵拼了 再让他们这样围下去 到粮草俱无那天 我们就不战自败了 是啊 石大人 石大人 将什么都说了 宁肯战死 也不愿看见清兵破城啊 石大人 帽公子 学生 见过石大人 帽公子 从何处来 从九江而来 佐朗玉将军 病逝以后 将士们被清兵 杀得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